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生多败少成 一 脚后根上长痣 痣的位置在相学中常被视为极凶的象征 一般而言 长在脚心的痣被认为是极痣 象征着福气和财气的到来 这样的痣通常被视为幸运之兆 代表着个人将会有好运降临 然而 如果一个人的脚后根长有痣 相学上将其称为会其痣 据说 拥有这种痣的人 可能会遭遇诸实不顺的情况 他们常常感觉好像走路时踩着一片晦气 无论是什么事情 都会遇到困难和挫折 在关键时刻 他们容易失误或遭受挫折 生活过程中也会充满坎坷和波折 此外 他们可能会遭遇各种麻烦 容易得罪人 也容易成为小的人的目标 二 但中学上长智 但中学即是两胸口之间的正中部位 如果此处长智的话 这种人大多心胸比较的狭隘 喜欢斤斤计较 经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与人纠缠不清 缺乏包容心 人际关系非常的一般 经常容易与人发生摩擦和纠纷 也经常容易遭到不解和陷害 而且胸无大志 没有什么太大的出息 私信也非常的重 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死活 容易落得重盘亲离的下场 感情运不佳 成婚比较困难 婚后生活特别的艰难 还是及时点调为好 三 丰富到大锥之间长智 丰富到大锥之间 及时厚薄的正中心部位 如果此处长智的话 这颗智既称为靠山智 也称为苦经智 长有此智的人 一般归人运非常的好 学习能力也比较强 做事非常的踏实 事业上容易取得不错的成就 而且为人非常的低调 平时不险山不露水 是那种隐形富豪 不过这种人大多内心比较贪婪 喜欢占小便宜 容易遭人嫌弃 而且做事容易一一孤行 虽然比较的痴情和专一 但是感情却非常的不顺 女人有此智 感情不长久 男人有此智 有财难发挥 还是趁早点调为好 四 右手和右手臂背面长智 如果右手的手背上长智的话 这克制称为败财智 长有此智的人 一般比较的有才华 很有艺术方面的天赋 但是花钱没有规划 挣钱快 花钱也快 钱财都是左手进右手出 没有理财和存钱意识 若是右手的小臂 中间外侧长智的话 这克制称为 多情智 长有此智的人 一般烂桃花比较多 为人也比较的多情和花心 虽然很受欢迎 但感情不顺利 若是右手臂的壁弯外侧长智的话 这克制称为 运腮智 长有此智的人 一般思考力不足 而且体质偏弱 一生多败少成 非常的坦坷 智长在壁后 在相学中 如果一个人的手臂 后方部位长智的话 这克制也称为 单身智 男左女右 长有此智的话 这种人大多人际关系 比较的差 人缘不是很好 与周围人的关系 比较糟糕 感情缘分不佳 异性朋友也比较少 而且容易与家人发生矛盾 婚后夫妻之间容易产生隔阂 容易遭遇离婚的悲剧 然后孤苦伶仃 容易长期的单身 生活比较轻难 最好点掉 六 智长在脚踝 如果一个人的脚踝处长智的话 一般麻烦不断 求财比较困难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非常的不顺心 麻烦总是一波接一波 挣钱非常的困难 就像整天双脚踩着晦气一般 干啥啥不顺 总是奔波不停 但是却没有什么收获 尤其是女性来说 一定要点掉 不然一定会给自己惹来层出不穷的麻烦 七 智长在胸口 胸口位置代表着一个人的心胸 气度和志向 如果一个人的双乳之间长智的话 也就是胸口的正中心部位 这颗智在象穴中称为狼心狗肺智 长有此智的人 大多心胸比较狭窄 而且做事缺乏气度 也没有什么大的志向 对人际关系是非常不利的 在工作和生活中 经常容易遭到别人的误解和伤害 财人非常的差 严重者甚至会重盘亲离 一生劫难不断 八 智长在后颈 如果脖子后方的正中心位置长智的话 这颗智在象穴中也称为苦情智 长有此智的人 大多感情运势是比较坎坷的 无论男女 一般来说长有此智的人 一般对待感情都是非常专一的 但是经常容易出现暗恋的状况 使得感情运不是很顺畅 大多没有结果 在感情中非常的辛苦和煎熬 一旦遇到对的那个人 感情就会特别的坚固 所以身边如果遇到这种人的话 一定不要错过 九 人中有恶志 人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格脾气 处事态度和健康运势 在相学中也称为寿堂或子庭 代表着一个人的寿命和子女运势 如果一个人的人中部位长有恶志 比较大 形状不规则的话 这种人一般比较的安逸和享受 对于新环境的适应能力比较差 缺乏进取心 待人出事方面不够真诚 而且缺乏主见 判断力比较差 容易听信别人的谣言 内心自私而贪婪 为了自己的利益 甚至连身边的亲朋都可以出卖 而且这种人大多身体健康 状况不佳 母子女缘分浅薄 还容易与他人发生矛盾和纠纷 不讨人喜欢 晚年孤苦无依 10 嘴角上方内侧有志 嘴巴在相学中 代表着一个人的食路能力 能够看出一个人的物质欲和享受欲 如果一个人的嘴角上方内侧长智的话 这种人一般定力非常的差 意志力比较淡薄 容易禁不起外界的诱惑 感情上不专一 物质上不满足 整个人贪欲享乐 却不思进取 总想着投机取巧 一夜暴富 因此容易染上很多不良的恶习 如赌博等 做事比较的冲动 判断力非常差 也从来不会真正地付出自己的感情 做起事来不顾后果 也不懂得为他人着想 一生贫穷而落魄 11 锁骨中间长智 在相学当中 若是一个人的锁骨 与肩膀中间的位置处长有恶志 则往往此人的理财能力不是特别的强 眼光不高 亦受到别人的诱惑 尤其是受到异性的引导 而做出错误的判断 在投资理财方面会很难有大的投资 一不注意 自己的财库就会受到极大的损耗 导致自己的婚姻 事业都跟着受影响 所以千万不可以 有过于盲目的投资 小心家财散尽 12 细除有志 所谓的细除位置 指的便是与人中正中的位置 平行相隔两指宽的部位 此处长有恶志的话 这个部位代表着个人对于感情的态度 一般来说 此处长有恶志的话 这种人往往喜欢耍小聪明 工作能力还算可以 但是却无法得到别人的认可 身边的小人较多 遇到困难时 也很难得到他人的帮助 想要成功 需要花费比别人多出很大的心力 只能勉强生技 却很难发达 没有什么大的作为 一生穷困 13 肩膀正上方有志 肩膀代表着一个人的承担力 责任心和个人能力 如果一个人的肩膀正上方部位长致的话 不论是左边还是右边 这种人一般需要承担很重的家庭压力和工作压力 生活重担和压力比较大 无论干什么都特别的艰难 工作非常的不稳定 一生奔波不定 非常的辛苦 但是事业上却难有起色 日子过得非常贫穷 志在面相学和健康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 一些恶性志可能对个人的运势和健康带来负面影响 在面对这些志时 我们应该重视并及时采取措施去除 当然 除了志的位置外 还有其他因素需要考虑 如个人的整体面相和命理 因此 在做出决定之前 最好请教专业的面相学家我一生 以便得到更准确的指导 这种做法 能够消除不相执照 改变个人的命运轨迹 让其迎来更好的运势和生活境遇 然而 这只是传说 实际上 命运并非完全由志的位置所决定 人们更应该相信自己的努力和智慧 来塑造自己的未来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